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获得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支持 浙江温岭52辆校车被闲置的事一直备受关注 那目前这批校车的下落又如何呢 据了解有数十辆校车从温岭驶离后被移到了220多公里之外的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顺利村又已经被停了三个多月 这撂荒的校车什么时候才能被派上用场呢 江西省同谷县人莫文峰去年11月查出罹患白血病 目前正在住院治疗 为了筹集60万元的治疗费 年仅10岁的儿子小易利用客余时间减食废品卖钱 同时还承担起在家照顾奶奶和弟弟的重任 目前呢当地民政局关公委等已经送上了慰问金 并且建立长效帮扶机制 帮助这个董事的孩子和这个家庭早日度过难关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取消点 夜里的风鸣令人彻夜难眠 疯狂取土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好 广州欢迎回来 最近河北省邯郸市驱州县的村民向我们反映 他们村子一到晚上这周边就会有机械的轰鸣声 让人是彻夜难眠 而更加让人痛心的是 大片的耕地遭到破坏 无法复耕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看我们记者在当地的调查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两点钟 我们来到了这个河北省 邯南市驱州县的郊庄村 那么接到当地村民这个反应呢 时常在深夜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村子的附近呢 会有人非法驱逃 那么我们刚刚到这个村子 就能听到这个轰鸣的机械的声音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 机械的轰鸣声 几乎传遍了整个村庄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们的记者关掉了新闻采访灯 趁着夜色寻声前往 在郊庄村的村东头 记者看到了灯光下繁忙的一幕 一辆挖掘机正在紧张的取土 记着灯光 记着发现现场人员并不多 但是他们配合起来却很娴熟 一辆自卸卡车 十来分钟就可以装满 在取土现场 至少有四辆卡车 不断地把取出来的土运出去 记者注意到 取土地点非常靠近住宅区 可现场却并没有村民围观 看来村民们对这种夜间取土行为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那么这些土会被运到哪里去呢 记者决定跟随自卸卡车 一探究竟 运土车辆出了村子 上了一条大路 几分钟后 一拐弯就进了附近的一家企业 整个行程不超过十分钟 企业里 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指挥车辆卸土 而传达市里有七八个人在打牌 不时有人出来换换稿 一切看起来是井然有序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邯郸市 曲州县城北的工业园区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交装村附近 那么现在的时间呢 是凌晨三点钟 我们已经在这里 蹲守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自卸工程车 不断的把这个土呢 拉到这里 大概有十三辆车 而且现在这个仍然在继续 每辆车的这个载重量 大概是三十分左右 我旁边的这个厂子呢 是邯郸市一行车业 繁忙的取土运土行为 一直持续到清晨才结束 一行车业的工人 这个时候也开始整理 夜间运过来的土 那么取土为什么要在夜间进行呢 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 他们是在非法取土吗 一大早记着再次来到 郊庄村取土现场 夜里呢 由于这个光线太暗 那么对于取土现场的情况呢 我们观察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现在太阳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取土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宽 大概有五十米左右 那么长宽 大概是五十米左右的一个大坑 深度呢 目测应该有七八米的样子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 仅一路之隔 那么在这个大坑的旁边 还有一个同样的大坑 和这里的情况非常相似 从大坑周边 土层的颜色和断面 不难判断出 这个坑绝非一次取土形成 记者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郊庄村东口的这两个大坑 尽管面积不大 但是每个坑都有七八米深 至少被取走了四万立方米的土 那么这两个坑取土之前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围观的村民 老乡我问一下 这个坑是做什么用的 以前是干什么的 以前是种地的 种了多长时间的地 从我前说这种地 我也不知道种了多长时间 那这两个坑的情况 原来都是种地 是吧 就跟旁边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吗 你原来种什么的 种买的 就跟这种一样 买的面 想买地的都是好地 你这个地种了多少 按照村民介绍的情况 这两个大坑原来都是耕地 可如今被挖成了两个大坑 无法继续耕种 难道该土地承包户不知道吗 他们又怎么能任凭别人 来这里取土呢 卖了 他把你底下卖了 这位村民告诉记者 有人在这里取土 该土地承包户是知情的 因为他的地 已经卖给了人家用来取土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 在当地卖地取土 竟然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我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 也是取过土的一个大坑 深度至少有十米 那么像这样的大坑呢 在当地并不少见 那么这条路是东西走向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路的南边和北边呢 分别有两个大坑 尤其是这个路北的这个大坑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坑啊 目测大概有近百亩 那么这个深度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坑呢 看上去大概有三米深 目测的话 这个面积呢 大概有一百亩 如果按照一百亩来算的话 那个这个地方呢 被取走了将近十九万方土 一些村民对记者说 只要在地里出现 明显高低不平的情况 就说明这些地方被取过土 这些在农村看上去 最普通不过的土 为什么会被大面积贩卖呢 这背后又隐藏着 怎样的玄机呢 一些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这些土主要是被附近 工业园区的企业所收购 据知情人士透露 四年前 曲州县工业园区 开始大规模建设 为了节省成本 园区企业需要大量的土 来电房机 每立方米土的收购价 24元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些人从村民手里 买地取土 利润相当可观 知情人给记者算了笔账 这些所谓的土贩子 从村民手中买土的成本是 4.5元1立方米 加上挖掘机2元 卡车运输6元 共计每立方米土的成本是 12.5元 而卖到企业是24元 按照一晚上 1000立方米的取土量来计算 这些人一晚上的取土 纯利润就有1万多元 一般而言 土壤的耕作层厚度 不超过50厘米 当地取土深度 至少都在1米左右 耕地被取土后 几年都无法复耕 所以并非所有村民 都心甘情愿卖土 你这户挖了 这户不卖 不卖把你吊起来 像那个 像那地 把它吊起来了 它吊起来 交地都没法交 路给你断了 你不卖 你里边种啥 这没景啥也没有 卖来还能 搁两十 在巨额利润的趋势下 取土卖土 在当地 俨然已经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夜间取土给村民的生活 带来很大不便 而对于此事 更多的人 还是敢怒 不敢言 村民的城市 沉默使得非法取土行为 变得更加无所顾忌 一些地方取土深度 也从原来的一米 增加了七米 甚至十几米 被毁掉的耕地 无法估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有关法律规定 未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批准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 擅自取土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者 需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隔壁呢 就是建好的厂房 如果这个大坑 也被用作这个厂区的话呢 我们反过来再算一笔账 19万方土 如果说一亩地取一米的深度 大概取660方 想把这里填满的话 需要从其他地方 再挖300亩土地的这个土 才能把这个大坑填平 第二天夜里 非法取土仍在继续 记者现场拨通了 去州县国土资源局的电话 希望他们能制止此类行为 夜间举报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 那么在白天工作时间 又有没有人来管一管呢 保护耕地是一项基本国策 也是红线 却总有人敢于去挑战这条红线 原因呢就在于挑战红线的痛感还不够 碰了红线呢 还有利可图 破坏耕地的行为 查证并不难 但是如果只把部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处罚跟不上 这红线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要让耕地红线真正画在大地上 就必须有触碰高压线一样 快速严厉 痛彻骨髓的处罚 只有失去的远远大于得到的 才有可能杜绝破坏耕地的行为 一场火灾过后 居然暴露出隐藏多年的猪肉加工黑窝点 违法经营 肮脏肉品流入工地 黑心老板良心和安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上周啊 浙江省杭州省渔航区 双邻村的一家民房着火了 就在救火的同时 又有了一个意外发现 那当地有关部门呢 竟然发现了一个 非法加工猪肉的黑窝点 这个简陋的窝棚 正好位于起火民房的后面 环境脏乱不堪 要不是这场火灾 它可能还在非法经营 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 这些塑料箱里面堆满了切好的猪头 上面还留着黑色的猪毛 而一旁的水桶里面 则放着熬好的猪油和肉汤 里面的猪肉颜色已经发黑了 地上还堆着塑料框 里面泡着切好的猪耳朵 而在房子里的一个冷库里面 执法人员还发现了不少存货 作坊老板说 他们平时就做猪头肉和猪耳朵的加工 推着小车拿出去卖 可是没有想到 在执法人员准备搬运猪肉时 非法经营者开始发飙 工商人员查扣了猪头106个 猪耳朵128片 目前当地有关部门 已经对这批猪肉材料进行扣留封存 并将根据检验检疫的结果 进行相应处罚 这食品安全大于天 尤其是马上又快过年了 年节市场消费量更大 一些浑水摸鱼的不法商贩 也想趁机捞上一把 希望各地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 对那些黑了良心的黑窝点 打击绝不能手软 我也是农民工干起来的 农民工在工地上 说受得累 受得罪 我都有切成的感觉 我愿意去维之心 去做事 我用过在外面打工 一年回来的一次两次 8月份 王中过个大巴 拿了手机探望自己家书 特别高兴 我穿着的时候 火车票特别不好买 买票非常着急 王中给我买 每个人买了一张飞机票 然后我们做飞机护驾 感觉很惊讶 就说我们一个 农民工能多少张飞机 高兴了一切发货 我们常是一人 都说他是一个演戏厂的一人 爱宝珠遍野的一人 我五一种在网上见的 有李培杨这个司机 非常令我感动 她也是农民工 一个家庭的牛娘住 上有96岁的爷爷奶奶 还有未出生的孩子 从我自己农民工的经历 我也知道这个家庭 现在有多么的困难 每次都要拿钱 拿东西 他不少感谢 他不是那么伤口 一不人也不熟的 也不是亲戚朋友的 能保证啊 你觉得他刚好 我都说他有这个挑战 我是有挑战的意思 他是零好心 不不 答应 答应 我见到农民工兄弟 受了委屈 或者说得不到 有的回报 我心里很难受 往上见到黄之山 在建筑工历上出的事情 这个建筑山 应该承担责任的 美方没有承担 人有的责任 就想直立的去帮助他们 我去年在11月25号 在建筑工历上 掉下来 随着高位集团 往上来的 又给他一万块钱 又给他买东西 又带他给北京看的 又把他要钱 咱没想到 这个没什么人能把他那些 就是农民工家里很穷 说实在 都是农民工兄弟 姊妹帮我的忙 我才干到今天 我整理钱 去帮助一些农民工 这是我永远一生做完的事 我愿意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聚焦三农 为你喜欢的三农人物候选人点赞 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记者日前从农业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目前我国化肥农药的生产和使用量 都居世界第一 但是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比世界发达国家 却低15%到20%左右 农业环境污染问题严峻 今后农业部将采取措施 力争到2020年 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推进我国现代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您瞧 这幅图片的所在地 两年前还是一片废墟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繁华的居民街夜景 同样几年前不起眼的干南骑城产业 现在也俨然撑起了当地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这是近日江西干南苏区在北京举行的振兴发展图片展上的缩影 两年来在国家政策帮扶下 干州市整合投入800亿元民生类财政资金 对63万户农户进行了救房微房改造 汇集263万人解决了近28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农市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前的二维码 为我们2014年度的三龙人物点赞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